來看一下中國跟菲律賓他們從8月份以來 就在南海的島礁已經連續發生了5次的海上衝突 跟3次的撞船事件 那在這個島礁眾多的南沙群島範圍內呢 不斷摩擦還有起衝突 而且菲律賓的海警船已經是非法滯留在 仙兵礁系湖超過130天了 北京當然也是多次要求非方撤船 但他們總是愛理不理的 那現在呢明擺的就是在耍賴嘛 也絕對不允許中方來強行脫船 那背後的老大哥美國在忙選舉 這裡的狀況不斷該不該管 那小馬可氏呢他在打什麼如意算牌 一直去交了中國大陸 他菲律賓想從這個局裡面撈到什麼好處 我們在每次關心這個中非南海問題當中 始終思考的都是小馬可氏 比如說是兩國對於疆界的問題 可是呢如果最近仔細去菲律賓的媒體 包括去關心菲律軍內部 國家內部的這個政壇上 你就會知道小馬可氏 為什麼明明在先前才跟中國簽訂了 這些協定但現在又在亂七八糟 我想想為什麼這樣子 所有的這種疆土的國家疆界的對抗 你覺得真的就是為了一個對外的面子嗎 沒有 所有的用意都是為了內部的政治鬥爭 在台灣也是一樣 民進黨政府都是一樣的 因為最近是這樣子 最近有關於在整個菲律賓的內部 有關小馬可氏跟杜特蒂家族從去年開始摩擦到今年上半年 摩擦非常非常嚴重 那麼這裡頭包括我看到了菲律賓內部的輿論 包括媒體也都跟台灣一樣 藍綠媒分裂 巨大的分裂 支持杜特蒂跟支持小馬可氏的部分是非常非常激烈 我想眾所周知是杜特蒂家族長久以來跟中國的關係 相對來說有關很多是反美的 也因此在此刻當下來說 由於這個現在擔任副總統的杜特蒂的女兒 薩拉杜特蒂 那麼她已經去年的時候還比較隱異 可是到今年開始她已經很明顯的 因為她辭掉了教育部長 只擔任她的副總統 那都知道菲律賓的副總統跟總統是分別選的 也就是說她不是小馬可氏任命的 是旗鼓相當的 在上個月最新的一個民調 那麼針對於小馬可氏跟薩拉 總統副總統的民調 發現竟然小馬可氏只有55%支持 他們不是兩者 是說不是兩個互相競爭 說各自的滿意度支持率 而薩拉的滿意度跟支持度竟然超過小馬可氏 高達67% 所以也就明顯說包括現在2028年下一任的部分 薩拉杜特蒂作為現在副總統 杜特蒂的女兒 問鼎挑戰小馬可氏的部分應該是已經很具體了 特別是現在杜特蒂自己跟她的兩個兒子 在去年也已經正式宣布 他們還要選議員 選議員之後對於國會 所以她後面很明顯的可能明年的這個時候 其實杜特蒂家族整個菲律賓的國會就是這個家族所把持 或者他們是最大的勢力 小馬可氏只是在最後再任的幾年也都是跛腳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菲律賓內部當中 小馬可氏跟杜特蒂的家族從女兒副總統到老杜特蒂跟他的兩個兒子 四個人一對四打得死去活來 所以這就使得現在在訴求上 輕忠反美的杜特蒂跟小馬可氏更極端的要接觸他的反中路線 至少造就在菲律賓內部當中的這個支持者 包括後面國會議員的大家路線的選舉 跟台灣一樣藍綠的這種絕對性 我想這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覺得說 為什麼奇怪 那麼菲律賓一下又好了又和談了 然後一下又在那個騷擾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我的最近的看到的最大的最新的這個方向 就是來自於一切的中美的中非對抗 都是為了內部自己本身政治路線當中的對決 好 菲律賓其實在內部的政治矛盾 到現在外部要跟中國這邊在仙兵交議題上 也是遲遲沒有達成一些比較具體的共識 反正就是誰也不讓誰 那只是說個場面話 同意繼續依磋商的機制來保持溝通的順暢 於是人民日報就因此發布了一篇評論 寫到了堅決維護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嚴肅性 還點名了菲律賓23次 那現在只是寫寫評論來檢討你的行為 但是中國還剩下多少耐性 這邊要打一個問號 袁老師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在美國大選前 中國就要跟菲律賓正面硬剛 這個面子也不給 非常有可能 我甚至認為這個正面硬剛的事情 因為的話在這個海上衝突就已經五次 碰撞事件的話三次 心裡要了解 菲律賓的小船碰撞大陸什麼船 055 052 這個正面硬剛的話 它本身在解釋的過程當中 其實嚴格來講的話 中國現在擺出軍事上的實力 我必須要坦白講一件話 這一件事情有關於南海主權的問題 涉及到大陸的主權問題 打開歷史看所有主權的維護沒有不靠實力的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會講說從實力的角度出發 你要談這個所有的國際關係 你都要談實力 難道大陸不懂這個嗎 大陸完全就是說是一昧的討好菲律賓嗎 大陸一昧就 仁愛交馬德雷三劍 一帶這個二十多年的事情 他心裡不知道嗎 現在的話 歇兵交又來了這個 搞了一百三十天了 他難道不知道嗎 為什麼要派出這麼大型的船 我跟你講 整個集結起來的話呢 這個數量的話是菲律賓的七八倍 做什麼呢 要做軍事上的準備 軍事上的準備的話 就在今天 第十一屆的香山論壇正在北京召開 大家心裡要了解 裡面出現的消息 其實講起來裝箱武艦意在佩功啊 就是說展露有九十多個國家參加 裡面最重要的是 剛剛的話呢 俄羅斯的副外副國防部長已經發布的消息 就是強調有關於中國在南海啊 這些或者說是日本重新武裝化啊 日本放棄和平啊 還有這個台灣這邊製造這種戰爭陷阱啊 這一些都是美國人搞出來的伎倆 那麼現在的話呢 有關於大陸跟菲律賓之間的問題 真正搞事情的 就是依靠美國 馬可思哪有這個實力 馬可思的國內的情況已經夠亂了 對不對 實際上的話呢 剛剛這個上次已經分的分析的非常清楚 對國外來講的話呢 他就是製造這種聲勢 把所有的籌碼全部都壓在美國身上 那美國有沒有這個能力來參與這場戰爭呢 隔了這麼遠 美國能不能願不願意來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美國現在的話呢 自己已經焦頭爛額的情況下 中東的問題 俄悟的問題 都已經衝突非常大了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是不是美國也想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覺得短期內 所以鄉山論壇一開完以後 大陸對於菲律賓的態度就會變得非常明確了 鄉山論壇會是一個風向球 好 另外值得注意一點的是呢 美國現在考慮向菲律賓這邊來提供F16戰機的消息了 就引發了北京的高度關切 菲律賓國防部呢 他們正在審查一項約 337億美元的軍購計畫 那裡頭的重點就是有40架先進戰鬥機了 還有一些中程的空對空導彈 海警船玩不夠 還要來玩這個空軍編制 但是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菲律賓2025年的國防預算也才45億美元而已 那這個337億他們可能要用未來10年的時間去消化 這邊我想跟栗將軍來請教 你怎麼看這個軍購計畫 我覺得這是笑話 怎麼可能嘛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你自己菲律賓 你有沒有那麼多的預算 我們要知道菲律賓他們現在外匯是從哪裡來的 是菲律賓的人民到外面去打工 當菲律賺回國內的這些費用 這個外匯 那你把這些外匯錢全部花在這邊 因為你真的有那麼多的錢去買F-16嗎 這第一個我提到疑問 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知道建軍來講陸海空三軍 我們聽到講什麼話 就是陸軍是一年建軍 空軍兩 空軍十年 海軍是百年 海軍建軍的時程更久 因為我要造船我人員要訓練各方面 那空軍十年那也是指說二三十年以前的說法 現在來講的話 以現在的科技裝備你十年還建不了空軍 因為除了說你要買飛機之外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上個月發生了一件事情 這個烏克蘭仗打到現在 它六架F-16 對不對 飛了幾架 飛了一架 一飛上去就自己被自己的愛國者飛彈打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空軍作戰 你不是光這架飛機飛上去而已 你後面指揮 管制 通訊 聯絡 資訊 監視 偵查 你整個要有個指揮鏈才可以 不然的話你根本就不曉得這個 天空這架飛機是敵機還是我機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那你上去以後你也不曉得敵機在哪裡 你是不是飛到最後掉下來嘛 那你光不是光一個F-16你就可以坐在那裡 你必須要有什麼 要有空井機 你要必須空井機要搭配 對不對 甚至於你菲律賓是在海島國家 你總共有這個300多個海島吧 那你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我們昨天發生的幻象戰機 我們飛行員跳傘落海 還好救回來 那你必須要有直升機去救援 你這些東西 後勤的東西你都要有 那緊接下來我講飛彈對不對 那你跟美國買飛機 那你一定要買美國的飛彈 買完這飛彈以後 人員的訓練 人員維修 人員裝備 空戰出英雄 地勤一半攻 對不對 你地勤人員你要怎麼樣來訓練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不是說 你今天菲律賓光買個戰機 美國講這種話有一點在安撫菲律賓 我繼續給你撐腰 我把F-16賣給你 對不對 其實解放軍我相信 他也不會把這種話放在心上 可是我要特別講 這個張斌說的 有刺刀劍鴻的味道 我倒蠻認可他講這句話 倒不是F-16 我是覺得說整個南海地區中途 確實最近會有刺刀劍鴻的 因為大陸來講的話 我講一句話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刺刀劍鴻 刺刀劍鴻 對不對 我們細數 我們看這個 最近在近代史上面我們看到 第一個 那時候俄羅斯來講還是蘇聯時代 其實他武力很強 遠超過中國很多倍 那時候連美國都不見得是他對手 那時候為了一個珍寶島 老共怎麼樣 說幹就幹 對不對 那個珍寶島說到領土是寸土不讓 然後他在那個年代還跟誰幹過 跟印度也幹過對不對 是真槍實戰打過 不但把印度打下去 打下去他主動撤回來 我只要守到我的戰略要點就好 那戰略要點守到現在來講 連印度每天還在哇哇叫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就像旋領之間 你在部隊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撤回來以後 我一定守住我的戰略要點 對 我要打你我就這個輕鬆出擊 我不打你 你不要動我 我就在這邊保持和平大家相處 對不對 那越南有沒有打過 越南也打過 對不對 海上有沒有打過 海上也打過 西沙海戰也打過 所以我特別要講 張斌講這個話 刺招見紅 就是這句話 對不對 人若犯我刺招見紅 那現在很明顯 按照這個岳老師剛剛分析的 我覺得這時候很可能 就這個解放軍很可能 不是解放軍 我想說應該用不到海軍的實力 可能海警船 確實是已經有要動手的準備 因為中國自己國內 也有這些壓力在 如果你再複製一艘馬德雷三號 我想說 中國人民絕對不可以接受 絕對不能夠接受 說是再複製一艘馬德雷三號的事情 那我再補充一下 馬德雷三號為什麼最近沒有消息 那是因為雙方已經談好了 你承認我這個主權在我 但是我讓你人道補給 你的補給船要經過我檢查 那菲律賓來講 就想複製這個樣子 我這個艘船 我現在也坐船 也擱陷在這邊 你必須要人道補給 給我補給 我覺得這個目的就在這個地方 好 觀眾朋友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你對這個中非在這個 南海這邊的一些諸多的紛爭 有什麼樣的看法 都歡迎參與討論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呢 要繼續探討更多的軍務話題 來點評解放軍出口外銷的 戰鬥機殲-10C1 還有埃及呢 他們想當軍武強國 做了哪些積極的部署 我們會排練一下 你們要不用担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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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